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门建楼梯或者建电梯之开合 二 放在大门右侧 以黄线或者黄线串上挂起 可防家中女性口舌过重 凡是家中女性嘈杂均可挂之 将两个铜钱放在枕头底下保夫妻关系良好 三 金元宝 以生财旺财为主 多以一对并用 用法有二 一是将一对金元宝放在全屋最大的窗口或者窗台 左右角各放一只 目的是为了把窗外之财吸纳进来 窗口越大 采气越旺 二是放在大门人屋斜角之角落 此处地方藏风聚气亦是裁卫 放上一对金元宝以加强招财敬宝之气 四 铜金鸡 针对偏桃花 例如坏女人或者令你讨厌的骚扰 此法器已放在大门对冲之处 例如屏风式摆设架上 可静绝外来桃花影响 或怀疑配偶有婚外请者 可将之放在配偶的衣柜 要用一对放在衣柜暗角左右各一 五 石狮子 瑞瘦的一种 能解除多种型煞 亦或加强官威或者屋主之洋气 过去不少大户人家均摆放一对在门口 如果窗口见到不利之创客 可放一对石狮子面向窗口可以划煞 且有生权之意 凡是以口为生之行业 如律师 艺员等 可在办公室内摆放一对 镇生威有助于生财 六 龙龟 瑞瘦一种 主吉祥 故可用作化灾 龙龟的用法比较复杂 要恰当地放在三煞位 或者水汽种植地方是有效 风水学有云 要快发斗三煞 原理即在于此 水汽种植风水位 主口舌是非 龙龟在此位能化口舌兼加强人员 有部分龙龟法器之背部是活动的 可将之掀起 放任茶叶及米粒 加之其效果 七 风铃 常用法器一种 专供地方前宅 无法摆放其他法器之住户 或者店铺使用 用法 一 门门口正对街道者 将之悬挂在门顶左上角 和面接触煞其冲人 二 大厦中本宅之窗户 与对面住户之窗户相对 而对方之人口比本宅多者 将之悬挂在本宅之窗口 使本宅之家宅 潜薄不受对方影响 盖因人多才气重 人少才气轻 八 铜狮子 其性质为化煞挡灾 一般将之放置在面向大门位置 凡是路相冲 或者开门见灯住者何用 铜为金属 可克制木之心客 绿窗户的对面 可见大树者适用 在室内之祸害 绝命位置 可放置此铜狮子 以减轻破坏力 如宅内有属水之人 放此铜狮更佳 因今生水可忘财 九 铜狼 即性质为去病减灾 即增加偏财 阴阳取赢者 有助于赌孕 此外家中有长期病患者 或者救患缠绵不去者 可将此物摆在床头 左右各一支 对健康必定有帮助 此物还可以化解工作不如意 或者减除小人口舌 阴阳属和平之物 将之摆在工作台上 效应更甚 十 八卦罗盘中 以八卦为中面 包括阴阳 五行 八卦的吉祥 比市面上任何一种法级锐手 都更具画纱作用 不识风水者 只要将此中放在全屋之有力位置 或者面向大门处即可 实为画纱生权 招财纳福之好摆设 此中更摧云圆 摧桃花 有百丽而无一害 十一 八卦平光镜 其性质为遮挡或外部 两支建筑形状 如墙角或坚行大厦等 用法是放在屋外 即放室内招人 因为此物只能对外 不论任何形杀 皆可化解 但不宜挂得太多 一个方位只能挂一个 全物不能超过三个 否则避讳贼伤 不及反凶 十二 八卦突进 此法器性质 与平光镜有所不同 如果窗外发现 对面有画纱工具 对着本宅 则可摆放此法器 其作用为将对方法器反射 送回他人家中 不致受到对方影响 此禁意是摆放在室外 不能摆在室内 不可照人 即放在门前 否则反击带凶 十三 文昌塔 此物为最常用之法器 利于读书 功名及事业 元朗平山就有 建此类风水塔 据文 该村长出秀才及大观 小孩子可将此器放在床头 成人则将之放在台上 学者将它放在书柜中 有力文思敏捷 考试名列前茅 十四 皮修 紫瑞兽身无灵 脚无毛 神态威武 威上家风水摆设 但只适合于偏财 或者推销行业 推销员选用 凡收入浮动者皆有神效 摆放时只需投向门 或者向窗外 有力偏财 正才前奉 除非加上龙神座一对 则可接受 十五 同葫芦 葫芦画病人所共知 但同葫芦可添夫妻情分 则少人少知 若夫妻原薄 可放一只同葫芦在床头 增加夫妻恩爱 另外 凡家中有病人 可摆放此法器 对健康有利 家有小孩及长者 更应选用 此物在一定程度 亦可化煞挡灾 用途广泛 十六 木葫芦 若家中有久病者 不妨挂三只木葫芦 会有神奇效应 重病者则需用三只放在床头 男女均可选用 此法器一选挂在下列三个方位 天一 炎年 生气 由于天一之位最为佳 可使身体强壮 精神愉快 此物可长期挂用 十七 麒麟 麒麟与龙神 神凤 龟神 在古时被称为四灵兽 麒麟可作为招财天丁 化傻之用 用途非常广泛 头向外即可 其是圣境 财主财命必加 选用时不宜选用太大 以戏巧为主 男女皆旺 十八 明咒观音 观音一向是以慈悲为怀 配以明咒威力 可减退临门灾害 此法器适合于欢场工作者 或者从事人事复杂制机构的人事配用 此法器有摧彩 转运及保平安之作用 对女性更为合适 十九 明咒葫芦 葫芦代表药食 保健康 保平安 而绿玉则是预期中归祥和 诱众人缘者 单是绿玉葫芦可以除白病 凡家中有九病之人 或者老弱多病者最为合用 摆设时宜先行 测定室内之天衣卫 将法器置访该处 对老人家健康有为有利 二十 明咒白玉 六字大明咒为佛法大咒中 最为有利的依据 将之刻在白玉之上 身微更加强大 若鬼怪上身 呼叫无常 又或者丈夫包二奶 或者有第三者介入 此时可佩戴此法器 若窟中有妖魔 可将此法器放在大门后 具有驱魔作用 不过明咒白玉极难求之 为含有法器之一 你家在用哪些风水摆剑呢 摆放方法用对了吗 但是小编还是要说 风水摆剑只是能从某种程度上 能够催忘我们的运势 但并不是能完全影响 我们的运势发展 真正的好运 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今天就讲述到这里 如果喜欢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我会更加努力做出更多优质视频 祝大家生活美满 家庭幸福 下期再见